大颗然后它的颜色会比较漂亮 它如果成熟了它会深红色 暗红色很红 像这个白色的如果在连结的时候 年纪比较大的它就比较不喜欢 它喜欢红色的比较讨喜 进入连雾园果树上套满一袋一袋的连雾 虽然今年暖冬有利连雾生长 但去年台风多 连带影响了今年的产期和产量 去年的天气受到有几个台风接连影响 再加上九月的降雨 有比较多 所以在屏东的产区 因为降雨多的关系 在催花上相对困难度提高 早花的催花的时候的稳定性不是那么好 所以在今年 大概在一月中旬以前的 产量是有比较少的情形 所以连雾的市场价格也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今年就是水果欠收 现在瓜果类它就是产量比较少 那连雾产量也比较少 变成它现在价格比较好就比平常高差不多1.5倍 60块的变成差不多90块 连雾越是接近采收时 果农越绷紧神经 因为不仅要观察气候对果树的变化 也要防止鸟类的变着 快要采收了 变成你要用盖网 把它盖起来 还有就是用放鞭炮 还有一些太阳冷的驱鸟 有什么鸟老鹰的叫声 屏东联雾名闻狭尔 随着黄历年将至 屏东加东 临边东港联雾也少量上市 预计在过年前夕量产 新唐野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